余夕是吧 你三个月没来月经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怀孕了 而且怀的是三胞胎 什么 怀孕 这怎么会啊 你肚子已经有点显怀了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以为我最近吃多了 你是从农村来打工的吧 孩子爸爸呢 我们现在需要通知孩子爸爸 立刻来医院陪你做全套餐剪 不行不行 孩子爸爸 我不再愿意见你的 给你 妈 那些围着我的女人只是为了我的钱 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最想一切 不知什么 女神 得相 这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啊 真是又大又漂亮 那当然了 你以后出了村 那就跟着我混 我介绍你去我们公里当那个采动员 一个月三千块钱 不用更苦力的 三千 谢谢你啊 归香 走吧走吧 我帮你拿 这在那 对对对 就是那 给我一个蛮处就好了 你块钱 卡卡失败 重拐 是个馒头摸摸起起 怎么会刷不出来呢 怎么会刷不出来呢 你卡里不会没钱了吧 于夕 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 那工头才给你采购原来的钱 钱呢 喂 像八老 罗用公款可是要吃牢饭的 吃不起馒头就吃牢饭吧 我没有罗用公款 麻烦您再刷一次吧 一定是刚才网络不说 刷卡失败 没钱别闹别人吃饭 别吃饭 哎你真是的 是什么事实 是什么事实 他无聊 我真是 您的银行卡余额已不足 你打着我们的吃饭 喂 妈 你是不是把我卡里的钱转走了 这个钱你不能断 你说不难断就不能断 让你进城打工赚钱 是为了养我和你哥的 还想套私房钱 反了你了 这钱呢 妈已经给我换了台新手机了 剩下的 有这个我买面包车的 我的好妹妹 你工作录地一点 赶钱买台电脑给哥玩玩 这可是工地采购原料的工款 你转走了我要坐牢的 你们先把钱给我好不好 等我赚过了钱 我都给你们 什么工款不工款的 那钱只要进了你的银行卡 那就是我的钱 还采购原材料 你不会再去挣个 这可是五万块钱 你要去哪挣了 城里那么多大团 你随便找个大团 随便都能还得上了 你少教你去找客 玉琪 你可别说我没有帮你啊 这里卖酒 一晚上挣几万块钱 可不是问题 就这一次机会 聪明这点 不然这钱填不上 你做了我还得受钱连呢 卖酒 要穿成这样吗 废话 你不穿成这样 谁卖酒啊 那城里姑娘都这么穿的 鼓拉巴唧的 人家连门都不让你去 谢谢你啊 龚肖 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你的 你最好是啊 好好干吧 妹妹 这一几个啊 哥今天全报呢 嗯 要不今晚更鸽腾 嗯 嗯 三少 你不要这样 住手 李 李总 他说了 他不愿意 这这女人说的话 都口是心非的 我给点钱 啥都愿意 你 李总 张上 不想张家被京都世家出名的话 现在就不带 好好好的也行 明爷 你过了今天可就二十七了 我可是答应了老夫人家 今儿 必须给你找个老婆回去 我看你在京都的日子 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没有 明爷 你可是京都首富 可自从你赶年太里边出来 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 外边那些人啊 别说你那样出的 我李明爷是一个有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 只是对外面那些胭脂诉讽不感兴趣吧 我错了 李总这是洁身自豪 不是那有问题 但是 李总不能对每个女人都不感兴趣 来 让李总好好跳跳 李总好 我坚心给你准备本身 我不错吧 你啊 评论太长了 我的爷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你就是要天仙我都给你找 你们立家的相伙本来就不忘了 现在因为你 你们立家都要绝后了 老夫人啊 可是为了你的婚事 急死咯 这些所有的女人啊 喜欢的不过都是我的金钱的地位吗 而我喜欢的 而我喜欢的 您好 您有点多久 我喜欢的 笑起来骑车干净 妹妹 今天立总生日过来敬佩 嗯 立总生日快乐 嗯 等等 妹妹 你是农村人 你为乡下人来城市打拼不容易吧 我送你一场机遇你要不要 我只是出来打工这么快的 我 等等 我知道 我就是看上了你是乡下来的 想必心地淳朴善良 你 刚才他喝的酒里边有药 酒是你给的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你逃不了干系 但是只要你陪他一晚上 卡里这五万 你拿走 而且说不定 还能跟立总更胜个人 酒卖的怎么样了 公头刚才打电话问了 明天要么看个钱 要么看到货 如果今天晚上赚不费五万块钱 我一定会坐牢 会想 又会被我连累丢掉风作的 妹妹 你应该知道 乡下人来城里打工一年都赚不过 你来这儿卖酒 不就是急用钱吗 会不会博一博 你的好味子 还在后盖 你别碰死啊 你别碰死啊 你先就碰到身上了 我我我我啊 哎他被这酒都整上烤了 你现在先把它送回酒店 房间休息在这里 哇 喂 你醒一下 你你喝的酒 不是我下的药 听得到吗 走了走了 这就是你想要的 这是被下药了 我怕你出事 你要是出事的话 我 今晚之后 阴火凉气 别再粗产 余夕是吧 你三个月没来月经的原因 是因为你已经怀孕了 而且怀的是三胞胎 什么 怀孕 这怎么会啊 你肚子已经有点显怀了 你自己不知道吗 如果孩子爸爸不肯认你肚子里的孩子 你要顺重考虑 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 在大城市 私生子的生活会过得很苦的 今晚之后 一火凉气 别再粗产 小雪 真的是麻烦你了 我只是扭伤了脚 我只是扭伤了脚 没什么大事的 明依一会儿就来接我了 没事 这不是上次明依业琴的女人吗 跟明依业琴 谁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跟宗老夫人 你赖上明依业了 什么老夫人啊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你怎么出现在这里 我告诉你 明依不是你们农村人能够讹上的 别痴心妄想 赶紧走 是 我是农村人 但是我也有骨气 这不会纠缠 还给我 小雪 那个姑娘就是你上次介绍给明依的媳妇 妈 检查怎么样了 明依 你给我钱那个女人 她不觉得 不可能 我知道 就睡了一个晚上 而且那天你又被人下了药 怀孕的几率小之又小 你从医院回来 就一直这样说 所以 不许拿这种事情再给我开玩笑 你自己看吧 我特意从医院给你调回来的运检报告 时间刚好对得上 三胞胎 这上面 清清楚楚的 人家现在还是个清白的小姑娘 你该不会不想认吧 真的是太好了 我连非以为 你那团人不行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能当奶奶了 还一次中三个 哈哈哈哈 那个小丫头 我见过 你又朴素又善良 妈妈啊非常满意 救她了 你呀 我会把她取进门 听见没 哎呀 你朋友说 你会给钱 你朋友说 你会给钱 果然 这女人和那些为了钱接近我的女人一样 你想要多少 你想要多少 你朋友说 这张卡里的钱足够满足你的胃口 好的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最好安分手就不要探头过来 如果你还想再次跟我要钱的话 你最好是直接给我打电话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我不想因为这种烂事 再麻烦我 昨天晚上的事算我们扯平了 我只是暂时自学前 我不会赖伤你的 可我 那张卡里有五千万 都不能满足这个女人的野心 她竟然又伪造了印检报告来欺骗我的家人 冲 宝宝 虽然跟着妈妈可能会吃一些苦 但是你们放心 妈妈一定会努力把你生下来的 女性你妈给你哥来了 说是给你讲分亲事 什么 那个得脏病的王老三肯出二十万彩礼 你娶你妹你真是赚翻了 你娶媳妇的钱有了 你说啊 哈哈哈哈 你要把我叫个得脏病的老男人 我还是你的女儿吗 得脏病怎么了啊 人有钱 再说了 让你嫁过去 那是过好日子 走收拾收拾 嫁人去走 反正你以后都是要伺候男人的 臭谁不行啊 我不能嫁人 你不嫁 你不嫁 你得去媳妇的财业钱哪来啊 你 你要什么老一家之后啊 你 我已经怀了病的孩子 我已经怀了病的孩子 你 你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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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窗户 你居然敢被丑 偷偷把自己卖给别的男人 卖他钱哪啊 你个人是谁啊 他说 我打死你我打 你打死我好了 你拿走公地的公卡给哥哥花 你让我让侧牢你的付款 就因为他是男孩我是女孩吗 呸 别讲这是有的没的啊 你现在怀了别人的野种啊 王老三怎么可能还要你呢 我告诉你 孩子我们都收了啊 不可能再退回去 除非 你要这个野种的爹 来陪着我们 爹快说 这野种的爹是谁啊 我们孩子不是野种 他有爸爸 他的爸爸 是李明依 李明依 李明依 你边也变得靠谱一点吧 就连我们农村的都知道 李明依是全国首富 你一个农村来的 他凭什么看得上你 还大人不惨 说怀了他的孩子 你才来成立大功几个月啊 就逢不起东西北了是吧 让你回去嫁人 这是我医好 走 现在跟我去医院 把这野种给我打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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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 这个是我的孩子 也是你们的亲人啊 妈 姐 什么亲人呢 啊 就是野种 你还真以为 你怀了李明依的孩子了 妈 你还打算生下来 你自己养的 你钱哪 有钱养啊 妈 妈 这个真的是李明依的孩子 我 我有他电话 我有他电话 你看 这下的电话 你们要是不行 我现在打电话 李明依 喂 李明依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求你一次 求你一次 你 你完了吗 其实明依 那天下药那个事情 你误会人家小姑娘了 那天那个事 其实是我做的 是 其实明依 那天下药那个事情 你误会人家小姑娘了 那天那个事 其实是我做的 不能怪我呀 我也是为了让老夫人 能够更早一点抱上孙子 对吧 对啊 你不能怪小荀 都是妈妈安排他这么做的 你一个女人都不碰 你真的要断绝我们历届的后来 那天事后她拿走了我五千万 你说的 可是这个 那 这张卡怎么在你这儿啊 那天我明明给她了呀 这个 其实 当时那个小姑娘 写礼卡里边钱太多了 当天就把卡给我了 但我也不知道这个虾药的事 怎么去给你交代嘛 我就把卡又给老夫人了 这就是你下药了 这事被下药了 我怕你出事 我可没有钱赔给你 跟我去救人 啊 啊 这种不只吃饭酒是吧啊 老子猜你那么慢啊 我可去医院是吧哈 我吃起手打来的孩子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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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 别动 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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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给我一支架 我也不会让你们伤害我的孩子 谁 翅膀硬了是吧啊 谁 你 你把他抓回來 小姐 你跑啊 把他給我抓回來 你跑啊 你把那個念珠給我打掉 跑啊 不然那二十萬踩你就跑他了 我告訴你 說什麼拋住我的手掌心啊 今天無聊如何 我打了這孩子 你幹什麼 管天花日的欺負人 再這樣我可報警了 就是你一個大男人欺負人的小女生 你們知道什麼 他是我女兒 才剛進大城市打工 沒幾天 就跟一個野男人上床 還壞了別人的野種 他未來的老公 沒有 婚禮 等著他回去結婚呢 去吧 不管野種打掉 怎麼跟著交代啊 啊 原來是這樣 真是個水晶陽花的女人 就是這個野種給你打掉 要不然 是不是給別人戴綠帽子 我給你啊 我這個嬌嬌你 什麼叫延遲 啊 啊 這吧 我作為你媽 我今天教教你什麼叫延遲 我肚子上打 看誰留的都這野種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真的是個水晶陽花的女人 就是這個野種 必須打掉 要不然豈不是給別人戴綠帽子 我肚子上打了 李明月 求求我和孩子 住手 住手 是栗總 栗總 您這是栗子嗎 剛剛是打了您的電話 這個 非得說 還了您的孩子 但是 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吼你個賠錢貨 居然敢 造人栗總的謠 可我今天怎麼收拾你 栗總的女人你也敢動 栗總的女人 你終於 來救我了 敢敢欺負我栗敏葉的人 必定百倍嘲罰 敢敢欺負我栗敏葉的人 必定百倍嘲罰 你們 你想幹嘛 沒聽到剛剛栗總說的嗎 欺負她的你 太被奉還 放 別 別打我 別打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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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我 是你來救我 我 我不會去查你的 我現在就走了 不要壞壞 孩子的事 孩子我不想打掉 你放心 孩子生下來我自己養 不會用孩子當藉口 糾纏你 孩子的事隨你 孩子都要死下來了 好孩子啊 真的是讓你受苦了 你看看 這身上的傷 我家裏人 怎麼忍心下的敘手呢 你別怕 我是明葉的媽媽 以後啊 你就安安心心的住在這兒 好好養胎 給我生個大頭孫子 我們家明葉啊 就是面冷心熱 其實他心裡啊 別挺多高興你能跟他生個頭了 那 別說了 讓他好好休息吧 好好好 我們先出去了啊 寶寶 乖 這樣的爹地咱們不要 麗佳這樣的頂級豪門 可不是咱們能夠高興的 等你出生之後 他們一定會讓我們母子分離 以後 等他有了別的孩子 你的日子 也一定會過得很艱難 不好休息 你要跑去哪兒 不好休息 你要跑去哪兒 我已經好了 我該回去工作了 工作 你是想逃跑吧 沒有 不重要 不趕緊跑去哪 只要我一計劃 我都會找到你的 你不是跟我說過的嗎 讓我不要再糾纏 而且 我也配不上 誰說你配不上 是我認定的兒媳婦 我說你配得上 你就配得上 忽然好 這些都是我這個回鍋送給你的見面禮 這都是真的嗎 但是真的 小夕 你要是不放心 你倆今天就把結婚這個禮了 啊 嗯 我們 這就走吧 嗯 以後你就 安安清新的眼看 別的事情我不要再行了 那你能繼續出去工作嗎 我不想被你咬去家嗎 你說 可以 不過之前你的工作不太適合 明天開始 來你老公的公司上班吧 啊 好的 那 回家吧 陳 我 你 是 是我 水 你 只會 你 如何 下班 一起回家 好 你说这个新来的什么来头 第一天来秘书库上班 就给他安排这么好的宫位 丽总还亲自送他过来 肯定是什么高知海归 或是奶家的千金吧 该不会是丽总的夫人吧 胡说八道什么 就他也配当丽夫人 一看就是故意勾搭丽总 喂 新来的 你哪来的呀 你们好 我是从大石村来的 第一天来工作 请大家多多指教 大石村 农村人啊 农村 原来是乡下来的土包子呀 现在的人是不是真是不干事 你这样的 只能在我们公司当当保洁 就是 就你这样的 还敢勾引力总 我没有勾引力总 我是来工作的 余夕是吧 一个土包子穿得这么好 一看啊 就是有钱人包养的小三 我才不是呢 那你倒是说说 你是走的谁的后门进的公司 又是勾打的谁 你见不见呢 我知道 我家事背景都比不上你们 但是我会领力选的 不会比你们差的 这种狐狸街我见多了 不过那姐 你们这样 会不会得罪他背后的金主啊 怕什么 一个乡吧 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敢勾搭栗子 看我怎么治 喂 新来的 今天这些全部都要整理完 不然造成的损失 你负责 果然是香巴佬啊 连电脑都不会用 你们谁都不许帮他 他要是明天做不出来呢 我就要好好教训 小夕你今天这个坏了吧 刘妈来那老夫人 夫人您工作了一天 可把老夫人心疼坏了 他特意叫厨房给你准备了用期的套餐 这个是燕窝 这个是人参鸡汤 这个是饿椒雪泥 这是 这么多 老夫人 妈 其实我不饿的 我今天工作很轻松的 而且我之前在工地工作的时候 可比现在要累多了 我可怜到人媳妇 你家里人 你怎么这么狠心 让你一个小姑娘家去工地做事 既然不饿 那就好好放松一下 少夫人 快 我和媳妇辛苦工作一天了 给她好好按摩按摩 少夫人有什么不舒服的跟我说 我可没事 你就好好享受 这样是嫁进我们丽家 该享的福 下班为什么不等我一起 下班为什么不等我一起 小夕 没事 我这个儿子就是这样 面了心热的 他没这神气 嗯 我知道的 明月他不是小新养 小新养 你在公司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 有明月在 谁敢欺负你 看你这个样子 我就知道 肯定有人欺负你了 没事 妈明天啊 陪你一起去公司 倒也我看看 谁敢在我们丽家 欺负我们丽家的儿媳妇 那个 我给你倒了杯牛奶 晚上喝牛奶 有助于睡眠的 那个是谁呀 我没有民宿 不是 我 明月 牛奶我一会儿就喝 放来吧 我不是故意下班 不等你的 那是什么 让别人知道 你是丽太太 很丢人吗 让别人知道 你是丽太太 很丢人吗 当然不是啊 只是我在公司 连电脑都不会用 他们都笑我 要是别人看到 我会给你丢人的 谁敢自不灭 明天我就把它开除 别啊 本来就是我不会 怪不得别人笑的 你别开除他们 好不好 听你的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大家都不是生来什么都会的 但是 我之前没有怎么碰过电脑 不太会 你 能不能交交吗 可以啊 来坐吧 去哪里啊 哥哥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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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o Life Dat 你说说说说说说说这个 是什么都会 别人 我 reverb 都是命依旧 世上't enough 都是老父 老父了 解決了 太多它時間了 好好血 你看吧 班就是点这样 从这里把这个打开 小夕 等等我 妈 你怎么穿着这样啊 我穿着这样跟你去上班啊 不是我要去视察一下民业的公司 妈 这也太委屈您了 哎这有什么可委屈的呀 你以前不是也说过你做个保健吗 这没什么的 来走上车 来 来 走 走 你笑什么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没有 妈 我就是觉得 挺真的好可爱 真的吗 好可爱 走 我们上班去 我倒看看哪个不怕死的 该欺负我欺负 哎妈 哎等一下 谢谢 快进了 好 好 电梯超重了 得下一趟吧 去 哪来的老妈子 全有你 想想 你们两个 也比我做头一点点 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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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擦我点皮 你 出来 怎么 你一个臭保健还想教育我 我出来了 你怎么样 周娜娜 这件事情是你不对 于是 别以为你是走后门进的公司就可以得罪我 我可是你的上司 上司怎么了 你可以看不清吗 你为什么要推我妈 你把我妈摔出个好歹怎么办 给我妈妈道歉 哈哈 啊 原来这个臭保健是你妈呀 你们乡下人皮仓肉厚的摔一脚就怎么了 小心啊 我把你们俩都开了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你就这么看不起乡下人 你吃的用的穿的 哪样不是靠乡下人勤勤恳恳得来的 否则你用什么 一点这样都没有 我没教养 你个小小来的臭老太婆你敢冒 你怕的就是你 大家都是来工作的 你全力人你就高人一等吗 小溪我们走 小溪 芸汐 你敢得罪我 你们母女恋是不想活下去了吧 等 喂 把这个送到这本库里去 好 他有一个新来的竟然敢得罪那几宁 这一次 得好好教训他一下 你好 我是来送文件的 你好 有人吗 送我出去 我 你怎么要干什么 我说出什么家 你们也不会放好你们 这一下够他喝一壶的了 我又让他明白呢 得罪我周娜娜的下场 记得把烟笔处理好 别被人发现了 放心吧娜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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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这些晚点晚 安排一下 我去吃个饭 李总 您可很少这么准时吃饭 我明白了 夫人现在在公司 您是想跟她一起吃饭吧 少废话 夫人呢 我说来也奇怪啊 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夫人 她该不会找什么地方休息去吧 他不是拖到你的 明依 小区不见了 明依 小区不见了 所有人都去找 你去查集团监控 是 你们干什么事 刚刚集团发了通知 总裁夫人 说总裁夫人不见了 要发动集团所有人去找 找到总裁夫人 奖励五百万呢 总裁夫人 李总什么时候结婚了 听说总裁夫人 就是你们部门新来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余希 对就是她 你们可真有福气 能和总裁夫人一起工作 以后还不得跟着一起沾光啊 那姐 我没有听错吧 她们说余希是总裁夫人 为什么 曼玄 不不 爸爸 我先去说 爸爸跟他人都会爱你了 你先去吃 小夕啊你在哪啊 你帮我跑过来啊 你帮我跑过来啊 李总查到了夫人去桑库那边 梅艳马可丁一起去 钥匙呢快把钥匙拿出来 那姐他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那我们怎么办呀 你别自己吓自己 就关进去这么一会儿 闹出什么事 我们待会儿 看看你们就跑 没有人知道是我们 好 你们在干什么 你怎么来了 我们自己穿梦的东西 对对对 夫人肯定不在里面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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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给他一点教训 怎么会这样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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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想妈妈小夕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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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你和孩子没事的 小夕 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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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筋无险 还好丽夫人身体底子好 不过三胞胎还是要更加注意 丈夫可以用这个药水 每天在孕妇腹部擦一擦 有利于稳胎 欣哥 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儿还不舒服的 没事 我已经好很多了 那就把衣服疗上去吧 干什么 听医生的话 擦药 疗上去吧 有没有痛你啊 没有 明依 要不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小夕啊 感谢她 未来 我是和你要相伴一生的人 我有义务照顾好你和孩子 相伴一生吗 我 我 可是 你又不喜欢我 喜欢 可是 你又不喜欢我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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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你的第一眼 就喜欢了 妈 妈 其实你不用再伪装保洁陪我去上班的 现在公司哪还有人敢欺负呀 那可不行 上次那个周娜娜呀 就害得你差点出事 我抓她去吃几年牢饭 算是便宜她的了 以后啊 妈保护你 对啊 以后在公司 你叫我丽姨吧 妈 你和明依对了我 真的太好了 说什么傻话呀 我们可是一家人 当然要对你好了 哈哈哈 小夕 我可算见到你了 小夕 我可算见到你了 未香 你怎么在这 上次你哥跟你妈在宫地上大闹 把丽总都惊动了 公地怕手牵连就把我给开了 我后来给你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你 对不起啊 桂香 我的手机被我割砸了 我换新手机了 所以 没事 小夕 看你现在过得挺好的啊 你能给我也介绍个工作吧 小夕 这是 忘了介绍了 妈 丽姨 啊 丽姨 她是桂香 我刚进去来打工 就是她帮我找工作的 她帮了我很多 但是 却约我被开除了 啊 桂香啊 正好说 桂香 你以后啊跟着阿姨干 在丽氏集团啊 有我照着你 不会有人敢欺负你的 啊 啊 真的吗 谢谢你啊 小夕 来啦 我们走吧 桂香 嗯 你就负责打扫这一瓶区域 面积小 干起来轻松 好好干 干好了呀 阿姨推荐你升职 那谢谢你了 丽姨 桂香你加油 去工作了 啊 她来大城市第一天 可是我给她找的工作 她都跟丽总在一起了 就让我来登个保洁 你看什么看啊 看什么看啊 你以为我辞掉工地的工作 是未来来登保洁的吗 你既然看不上这份工作 那你当初就别答应啊 又没有人逼你 我看啊 你就是丽姜的一个佣人吧 白天在公司当保洁 晚上伺候余悉 哪能得到你来教训我啊 You're my flower in my heart I love your boy I love your boy You come to me and be my love and be the overall I love your boy I love your boy I feel good 余悉 这是你不人 就别怪我不力了 我长得不比你差 男人都是贪图新鲜的 别怪我抢了你 立福人的位置 余悉 这是你不人 男人都是贪图新鲜的 别怪我抢了你 立福人的位置 我做 姑娘 别摆费力气了 立总啊 她对你不会感兴趣的 老太婆 我跟余夕可都是一个村里出来的 她要余夕行 凭什么我不行啊 别看不起人 明知俗笋 还想跟我又可爱又善良的儿媳妇比 我去 立总 喝咖啡 去家 立总 喝咖啡 啊 我是小夕的朋友 她介绍我来这代公司工作 女后立总有什么需要的 就叫我 我就在外面 她请你来 当我的秘书 那倒不是 不过 她刚进城的时候 可没少得我照顾 我现在 因为她被工地起退了 她竟然介绍我来这家公司当保洁 你 雷秘书进来一下 立总 我不知道她怎么上来的 我就让她离开 不是不是 我真的是小夕的朋友 我就是来给立总送咖啡的 没有别的意思啊 这位 小姐 这里是我们立总的办公室 除了老夫人和丽夫人 你不让其他小姐在这儿 请你离开 不不不不是 你 小夕 小夕 我正打算安排咱俩去吃饭呢 你怎么来了 我点个奶茶 我明天一杯 好 桂香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还有 你这个衣服 小夕 立总怎么会喝这么廉价的奶茶呢 我呀 就知道你不懂 所以特意给立总送了杯咖啡过来 哦 谢谢你啊 桂香 正好啊 小夕 我们也好久没聚了 要不 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吧 啊 桂香 对不起啊 明月她不喜欢跟别人一起吃饭 要不今天晚上 晚上我请你吃饭 啊 嗯 你带她去吃饭吗 夫人的朋友 不准带吗 明白 嗯 贵的东西有能喝 便宜的 她也有美败 不过 我也不是 什么垃圾 都能喝得下 走 我劝你啊 少在立总面前耍这种小葱 要不是 你曾经帮过我 你呀 都不可能好好地站在这儿 总成 徐西 你不就是挣着肚子里有块肉吗 这破天的富贵 又不是只能你有 我 哎 余阿姨 贵香 你怎么了 余阿姨 听说你们今天出院 我特意来接你们的 少来假惺惺那一套 别跟那孽长 是一会儿 哎呦 阿姨 你误会了 那小夕现在可是厉害的 丽明夜的夫人 那可是富可敌国的 小夕是你女儿 那丽明夜不就是你女婿吗 少来 还女婿 你看她把我们俩打成什么样了 再说了 我们以前对 于是又 又不好 她现在富贵了 能理我们才怪呢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总归学员关系还在不是吗 那丽家又是大户人家 最丢不起的 不就是脸吗 难道你们不想跟着 芸汐过好日子啊 明夜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我身边也是第一次有女人 所以不知道你喜欢点什么 整个商场 只要是你喜欢的 告诉我 就都是你的 不用了 妈妈已经给了我很多首饰跟衣服了 如果实在需要买 就给宝宝买吧 不行 孩子是孩子的 你的是你的 今天啊 咱们就带着夫人 尽情地挑 都要最贵最好的 欢迎光临 我就要这个就好 有没有最贵的那种 有的 就它了 把你们店里最贵最好的衣服都给我拿出来 让我夫人好好试试 是 丽总 不用了 明夜 衣服不穿就行 不用那么奢侈的 不行 我丽明夜的夫人 就必须穿最好 最贵的 以后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喜欢任何东西 不够 男人 你就只能喜欢我 对了 对了 幸福吧 刚才丽夫人满意的那些全部包起来 刷卡 直接送到丽家 明明是你满意的那是 丽总真的很喜欢你 以前老夫人叫他陪着逛商场 叫不动呢 我自己的夫人 当然我自己冲啊 丽总 丽总 这边刷卡 妈 妈 你还想得起我这个妈呢啊 我和你哥都被人打成这样了 那么多天都不来看你 你现在是过几好日子了 就想拜托我和你哥了是不是 明明是你嘛 上司机 不歹你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堵肉 想拜托我和你哥 就拿钱了 不然的话 你给我等着 就去丽家闹 到时候看看 那丽家的礼面 往哪放 不行 你们要是闹起来 阿爷不会放过你的 行啊 大不了余思望望 看丽家 还敢不敢要你 别 你们有什么冲我来 阿爷和丽老夫人都是很好的人 我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我很快就发工资了 等我发了工资 我把钱都给你吧 谁稀罕你那里工资啊 我要五十 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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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有这么多钱 就五百万 一分都不能少 你现在都住进丽家了 难道还能让那丽明爷带税你不成吗 丽明爷反正他们家有钱 你瞅他要钱 我就不信他还能不拿 我不管 反正呢 我要是捡不到钱 你别想好过 可以了 走吧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小西 怎么了 今天的东西不合胃口吗 没有 可能是怀孕的缘故 有点没胃 啊 那你不舒服 就先去休息吧 待会想吃的时候 我让厨房再给你做点开胃的 嗯 啊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今天逛街逛累了 你说说你了 他上班已经够辛苦了 你还让他去逛商场 走那么多的路 哎 哎你去干嘛 你住 你 亲自下厨 臭小子 都给人情味了 啊 哎 哎 你怎么来了 深月怀孕太辛苦了吗 你说不好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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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不能告诉我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不是是太累了 好 我给你煮了粥 喝点再休息吧 晚饭你就只吃了两口 你做的 是不是不好喝 你做的 是不是不好喝 你做的 是没刘妈做的好喝 明天我去找刘妈去 好喝 我 小夕啊 这些年我也没有 没有过什么别的女人 有很多地方肯定做的不会很好 能给你的 也就是这些 你想买什么 想要什么不要舍不得 好不好 未来 我们要很多很多年要一起生活呢 我的 我就是你的 哈哈 自己 是 一道叫五百万元 一无业 这个谁呢 五百万 喂 妈 我已经把钱给你们打回去吗 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 你你是我妹妹 咱们跟我们就没关系吧 嗯 就 那去去五百万 不想把我们打发啊 你得 那让他打五百万过来 五百万都已经够你在农村 你在农村花好几辈子的 我长这么大也没有花过家里多少钱吧 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得寸进尺 你小偷 我 我谁都可以拿出来的了啊 我能嘻嘻口口把你拉扯搭 我把我们新狗废的东西 我给我上书子就想丢下我 我 没有 我已经给了半了真的没有钱了 你小废话啊 你要利民业都剩你一次 多少钱要不到 就是 而且你现在还能利民业呢 好啊 这个利家都是 也就是我们余一家的 这五百万怎么够啊 你们太贪得无厌了 这 这 还是要句话啊 你不给 我们就去利家了啊 我们想不到的福 你也别想要好热的话 就 你 你 你 怎么办 阿姨这么以前 他们会放我这个邀请之后的 可是我真的想来拖累阿姨 宝宝 妈妈该怎么办 怎么了 怎么样哭了 没有 我只是出来上洗手间 我要回去睡醒了 喂 叶雪 帮我打听一下最近余佳人又在耍什么花招 小夕最近显现很好 李总 你的小娇妻心情不好关我什么事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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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着 明天给你消息 叶雪 小夕是不是怀孕太辛苦了 这两天 看她也没什么精神 刚刚饭也没吃两口 明依 查到了 小夕最近到底怎么了 还不是小嫂子的家人之 她哥哥和她老娘知道她发达了 现在天天逼着她要钱 又是他们 真的是不要脸啊 他们的小夕这么差 居然还好意思舔着脸来跟小夕要钱 还不止呢 明依 这是你给小嫂子卡一张单 她昨天刚给那边转雷百万 今天又转雷百万 小嫂子可是没舍得在自己身上花一份啊 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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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可是市中心的别墅 咱们卖三套 一套给你 一套给我 一套留给我孙子 妈 来话 咱们去买车 我要买最好的车 去买我整个别墅 儿子 虽说咱现在有这一千万了 那也不能挥霍不是吗 那往后日子还长着呢 怕什么 等于是那丫头叫做丽家 咱们妈妈没钱花吗 再说了 今天可以找丽明业要一千万 明天就可以找她要五千万 丽家的钱不就是咱们的钱吗 你说的对 咱可是今时不通往日了 没想到于是这死丫头 你真不好啊 还不是一串老娘我都没关我 先生确定是这三抗吗 是刷卡还是骚马 刷卡刷卡 走 走 小闺人 救命啊 小闺人 编闷人 我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妈妈 丽叶 丽总 丽叶 这 这怎么回事 你快求丽叶 放了我们点 就是 我们可是一家人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一家人 你们为了彩礼 卖女儿嫁人打胎的时候 有想过你们是一家人吗 小夕 他们威胁你 让你给他们拿钱 现在我把人给你带来了 你想怎么处置他们 小夕 妹妹 我知道以前是我们俩不好 让你吃了不少苦头 大 你这不是一磨得福了吗 妈 要不是我们俩让你出去打工 你怎么会真是丽总 就是 你说了 村里的女人 你都得出去打工挣钱 养家里人吗 你可是我一手养的 我是你妈呀 妈 你配吗 我明明考上了名牌大学 我的前途本应该一片光明的 你把我打工挣来的学费权给我哥花田酒地了 你还拿走我店里的公款 你害得我差点坐牢你知道吗 你后来为了让我哥去媳妇 你不惜让我嫁给得脏病的老男人 请你这样永远不要论 你配说你是我妈吗 好了宝贝 好了 为了这种人渣生气不知道 既然他们这么对你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虽然 既然他们这么对你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虽然 虽然 你伤心 老实 你们 绝对 不过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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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 小心 小心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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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 从今以后我都会在你身边 不会再有任何人让你受一点委屈 他们敲战了一下 理应受到惩罚 而你 会有全新的生活的 二媳妇 医生刚才可说了 你这肚子俩可是三个宝宝的 你可要好好休息 保好他 妈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跟宝宝的 小夕 你今天来的产检 怎么不叫我来陪你啊 丽总没来陪你吗 小夕产检 丽总当然会来陪她吧 她只是去拿化音单而已 小夕 酸礼都在传 你给你妈一千万的事 这丽总 这丽总知不知道你拿着钱救进你娘家呀 她会不会生气呀 你打我 小夕 你可别忘了 你当初来城里第一天 是我帮了你 给你找的工作 我这么帮你 你真狼心狗飞 我的新手机号码只有你知道 你也知道我家里人对我不好 你还要让他们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阿叶嫌弃我 老兴狗飞的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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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现在可是丽太太了 我来找你 你就给我介绍个保洁的工作 丽总 你看小夕也太小气了 她还冤枉我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放开 你只知道 你和我一起做保洁 却不知道 小夕这是在给你机会 你要是让我满意了 升职加薪不在话下 可惜呀 你这种人 太贪心了 这有你一个佣人什么事啊 她不是保洁 是我婆婆 丽老夫人 不是 丽老夫人怎么可能去做保洁呢 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明依 以后在云城 我不想看见这个捧高踩低 满腹算计的女人 不是 我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您就是丽老夫人 我是小夕好朋友啊 什么好朋友 你一肚子坏水 还想算计我的又可爱 又善良的儿媳妇 做梦 医生怎么说了 我这三个宝宝怎么样啊 很健康 哎呀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小夕啊 你可是我们家的大贵人 一下呀 就给我们李家添了三个大胖小子 哈哈 小夕啊 你妈妈和你哥哥 我已经派人从医院送回村里了 他们以后 应该没有办法再骚扰你了 这个大胖有什么区别啊 哎 手机也不准用 李明燕 给我出来个枪杀的 是我这是你的好女生 李明燕把我出去 哈哈 李明燕 好 我怕我怕你呀 好了 所有的麻烦事情都解决了 我们去吃饭去 走吧 怎么了 不开心 明页 妈 谢谢你但没有因为我农村人的身份 还有我南辰的家人嫌弃我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等 都要留在农村被他们围棄 傻孩子 其实啊 大部分的农村人啊都是善良的 只是你独信 生在了你的家庭 遇上外面养的坏蛋亲人而已 他们让你受苦了 现在啊 你是这家的一份子 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了 妈 明页 我终于 有一个温暖的家了 你我之间 不用说邪 只要你想 只要我有 都是你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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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以后 我会再有人让你哭 走 吃饭去 可不能饿着我的儿媳妇和小孙子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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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